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安姐 很多家庭都在使用这个滚筒洗机 但是你知道滚筒洗机里的洗机盒正确用法吗 很多人都用错了 如果用错了呢那洗出的衣服是不干净的 今天就分享大家洗机盒的正确用法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平时我们用洗衣机清洗衣服 有时候会发现洗衣机洗出的衣服不太干净 很多人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可能是洗衣机的盒子出了问题哦 一般分为两点 第一点呢可能是我们的洗衣机盒里面内部有些脏了 很长时间都没有清理过 也有一部分人呢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清洗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按钮 我们只需要用手指按一下 洗衣机盒呢就可以轻松打开 拆下来后我们准备一个抹布擦一擦里面 洗衣机盒子里面呢很容易残留细菌污垢 如果不将它清理呢那洗出的衣服也会不干净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已经有大量的灰尘了 里面清洗干净后我们再将盒子擦一擦 这样洗衣机清洗的衣服呢就不会受到污染 而且洗出的衣服是更加的干净 第二点呢就可能是我们用错了盒子 我们打开洗衣机的洗衣机盒 可以看到有三个格子很多人分不清这格子到底是什么用途 那么这个洗衣机盒使用不正确将严重影响洗涤质量 大家可以仔细看下自己家的洗衣机的洗涤上的标志 一个是一一个是二还有中间蓝色的 分别是一个预洗一个竹洗还有一个蓝色的是护理 这个预洗功能是我们平时定时预约洗衣服的时候在放的洗涤盒 所以平时我们不预约清洗衣服的时候就不要放这个格子里 那中间的蓝色格子千万不要随意乱放东西 它是用来添加柔顺剂的 在清洗的过程中会随着水进入滚筒内 如果不小心将洗衣液放到这个盒子里呢 那洗出的衣服会有大量的洗衣液残留 因此呢这个格子我们不要放洗衣液哟 最后一个就是标注二的数字 那么这个大盒子才是我们放洗衣液或者洗衣粉之类的洗涤剂 当洗衣服开始注水的时候呢 洗涤剂就会顺着水呢一起流到洗衣机内部进行洗涤 所以平时大家在正常新洗衣服的时候 直接放在二号格就可以了 所以洗衣机盒的三个格子 大家千万不要用错了 用错了洗出的衣服也会不干净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滚头洗衣里的洗衣盒用法你有所了解了吗 那看完视频呢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吧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